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男朋友给了一百万现金 让我买房 可美捆只有最上面几张是真币 其余全是练功券 事情败露后 他反咬一口 说我们家掉包了他的钱 要求索赔一百万 念念 这里是一百万 咱们直接全款 拿下你喜欢的那套房 男友林泽的声音 再次在耳边响起 我看见了地上的一个大行李箱 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的 全是红色钞票 我迷茫的环顾四周 是我自己家里 我父母正一脸赞许地看着林泽 我爸妈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 他们说 只要未来的儿媳妇满意 花再多钱都行 林泽又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 手很自然地搂在我腰间 我看着那一达达熟悉的钞票 突然意识到 我重生了 我和林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买房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们俩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看好的房子八十万 原计划是一人出资一半首付 一起还贷 房子写两人的名字 可没成想 林泽和他爸妈商量后 直接带着一百万的现金来我家 说全款买房 剩下的钱用作装修 眼下 林泽正小心地合上行李箱 说钱先放我们家保管 等周末了 我们再一起去买房 我拦住了他的动作 从里面掏出一打钱 翻看起来 林泽有些心虚 想拿开 刚不都看过了吗 对啊 确实看过 可那打钱 是林泽特意拿出来给我们看的 只有那打是真的 我没大话 直接抽到了中间 果不其然 全是练功券 哎呀 这钱是不是有问题呀 我一声惊呼 林泽的脸色白了 听到我的声音 爸妈都凑了过来 在林泽难看的神情下 我又抽出一打钞票 一样的 只有最上面几张是真的 我妈瞠目结舌 小林啊 你是不是拿错了 我也饶有兴趣地 等着她开口解释 三双目光下 林泽的额头直冒冷汗 她显然没有想过 我会当面拆穿 她的这点小把戏 怎么会 我拿来的时候 明明好好的 她苍白地念如着嘴唇 声音明显变得 没有底气起来 我冷笑 难不成这钱 还能自己长脚变了 林泽抬起头看我 眼里盛满惊恐 我不知道啊 这可是我爸妈的血汗钱 他们特意去银行取的 哦 我点点头 那你的意思 是银行给错了钱 我妈一直很满意林泽 所以下意识 就偏心向着她 有道理挨 毕竟是大数目 工作人员 可能不小心把 用来练习的工具 当成钞票 给你爸妈了 这可得赶紧去找银行 我也煽风点火 对 这是银行的失职 得去找他们麻烦 我爸更是直接把箱子一盖 气势汹汹地说 你放心 有书在 这钱保准能给你要回来 林泽慌乱得六神无主 手紧紧拽着手机 喘着气说 要先给他爸妈打个电话 我冷冷地看着他走远后 着急地踱步 心里盘算着 怎么把事情闹到最大 林泽打完电话了 全程就听见他 嗯嗯啊呀的 也没个实际准话 对上我们一家探究的目光 他舔了舔嘴唇 艰难开口 叔叔阿姨 这钱可能确实是搞错了 我拿回去再跟爸妈 去核对一下 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我爸妈还没接话 我立马拦住了林泽 你之前说了 是取完钱就直接装箱 然后你直接拉到我们家来了 对吧 他神色一紧 还是笨拙地点了点头 我又问 然后这箱钱 你是当着我们一家的面打开的 你也全程没离开过 对吧 我爸妈摸不清我在干嘛 林泽也疑惑地想问我 我严厉地出声 你先回答是不是 是啊 大家都在这 林泽被逼得没了办法 点头同意 我心满意足地停止手机录音 那就行了 中间没一个环节出纰漏 只能是银行的问题了 咱们直接去找银行 林泽大惊失色 支支吾吾的表达 说我过于草率 我勾起了笑容 哪里草率了 反正都录音了 也有证据 中间没有人动手脚 那就只能是源头有问题 我爸很是赞同地点点头 我女儿说得对 只能是银行有问题 你来一趟也辛苦 爸妈家隔得又远 干脆你留下来吃完饭 我们陪你去银行 我妈也接话 没事 就当自己家 有什么困难跟叔叔阿姨说 你叔叔以前可厉害了 现在银行都是有监控的 你别太担心了 林泽露出了欲哭无泪的笑容 我嘴角的笑意更加放肆 来都来了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了 我爸妈热情似火 林泽畏畏缩缩 全然没了之前进门时的底气 整顿饭下来 林泽都麻木地往自己嘴里扒饭 眼睛时不时瞟一下手机 既紧张又焦虑 我好心拍了拍她的肩膀 怎么吃顿饭都心不在焉的 难不成再想别的女人 林泽被我吓了一跳 饭都喷出好远 恰巧 她妈的电话打进来了 电话是打给我妈的 她在那头也着急 说这是他们家的失误 不好意思劳烦我们家 没事 两个人都订婚了 小林就是我亲儿子 你放心 她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妈和林泽她妈 两个人极限拉扯了十多分钟 林泽在饭桌上 手都捏得青筋抱起 我接过电话 阿姨 你们赚钱也不容易 都愿意给我们全款买房了 现在钱是拿到我们家 才发现出了差错 我们家要是不管不问 那岂不是显得太薄情了 我妈一阵负荷 不等林泽她妈再辩解 就拍案决定管定了 我推散了一把神情落空 又战战兢兢的林泽 走吧 一起去看看 这钱到底怎么回事 我着重咬了最后一句话 林泽又一个机灵 看我的眼神 还多了几分哀求 她是真的怕了 箱子现在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 责任推不到我们家身上 一旦真的去了银行 真相很快就会暴露 她连远晃的机会都没有 我突然就很期待 已经连着好几天 豪横地说 要给我买房的男朋友 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拆穿 会有多狼狈 坐进车里的时候 林泽好几次想开口 但我态度异常坚决 她哼哼唧唧地 不敢再说什么 我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你好 我男朋友娶了一百万 但是钱有问题 能不能麻烦你们出警一趟 来 林泽在座位上 差点发出尖锐报名 她紧紧抓着我的手 手心直冒冷汗 满脸不可置信地问我 你 你报警了 我故作乖巧地点头 对呀 毕竟不是几百块钱 警察在场撑腰会好一点 不是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林泽结结巴巴的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反手握住她安慰道 没关系的 警察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 这句话 大概在林泽耳里 变成了警察一定会送你进去 她像是被人抽干了魂 半闭着眼睛斜靠在座位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踏进银行前 林泽紧紧拽住了我 念念 你是爱我的对吧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她又紧了紧声音道 不管怎么样 我俩都快结婚了 我要是做错了事 你应该会原谅我 对吧 我撇开她的手 物字笑了 上一世 我满心欢喜地和林泽 拖着行李箱去买房 结果人家一查 根本没法用 我还没来得及震惊 林泽就装出生气的样子 质问我 你把钱调包了 我当时百口莫辩 钱是我们家收的 也是放在我们家 最后从我们家拿出来的 林泽一口咬定了 就是我偷偷换了钱 宝贝 我们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这房子也是为你买的 我爸妈辛苦一辈子的血汗钱 都给你了 你怎么还要这样对我 林泽声泪俱下 旁人对我指着点点 都说我过于贪心 这是把南方家逼上绝路 而事后打官司 我因为开了宝马 更是被坐实偷换了林泽的钱一样 所有人都在骂我不要脸 拿别人父母的棺材本 买豪车装大款 可明明 这是我爸妈见婆家仗义 不想让我被看低 也是极力用了大半生积蓄 买了车给我当陪嫁 但没有人信我 林泽一家装风卖惨 博取了众人的同情 最后我们一家不但被追着骂 连车都被当成还债品 抵给了林泽 我死后 看着林泽开着豪车去调女生 成功搭讪到了一个条件 比自己好的女生 买房也没出一分钱 她空手套白狼 害我一家支离破碎 我该怎么原谅她的错 我单刀直入 向银行经理说明了此事 毕竟金额重大 经理也不敢怠慢 立马联系了当时的值班柜员 并且还调出了监控 林泽腿都快软了 一个人缩在一旁 手指在飞快地打着字 时而还紧紧皱起眉头 可监控找了一圈 在林泽所说的时间范围 根本没有出现她的人影 就连值班柜员也说 从来都没见到过林泽 警察这时候已经来了 向我们问明情况后 义不容辞地守着银行 工作人员操作 林泽紧握着手机 如林大敌 我爸以为他是因为担心钱 回不来而太紧张 还安慰他 没事 警察会帮我们的 再次找了一圈监控记录 都没有看到林泽的身影 经理也突然一拍脑门 不对啊 最近半个月 都没有来这种 取大钱的客户了 那一项钱并不少 银行怎么着 都会对这种客户有印象 可此刻 种种迹象都表明 林泽别说取钱 连这家银行都没踏足过 所有人都一脸狐疑地望向林泽 他弱小无助地缩在沙发上 整个人都在抖 那个 我可能记错银行了 我第一次来这取钱 不太熟 我妈安慰他 小林 你好好想一下 是哪家银行 林泽紧紧闭上了眼睛 随即痛苦地锤打自己的脑袋 崩溃大叫 我不记得了呀 我当时就着急取钱 根本不记得是哪家银行了 呵 事已至此 他还想靠装糊涂 蒙混过去 警察很耐心地告诉他 没关系 你实在想不起来 我们可以去掉附近监控 再不行 根据你取钱的序列号 也能找到是哪家银行 林泽锤打的手放下了 他呆若目击地处在原位上 梁九 他抬起头 祈求地看着警察 这点小事就不用动用警力了吧 我自己回去再好好想想 这可不是小事 涉及这么大的金额 我们有义务 必须帮你找回来 林泽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死了 他有些愤然地瞪了我一眼 我正色道 你一共就两张银行卡 一张是工资卡 一张自己的 既然不是你工资卡的这家银行 那就是另外一家呗 你当时说是在我家附近的银行 那最近的就在前面五百米 不然我们再一起去看看 林泽说身上揣着巨款 丝毫不敢多逗留 几分钟就跑到了我家 那只能是最近的银行 爸妈也觉得有理 麻烦警察再和我们去一趟 可林泽却像是屁股被粘在了座椅上 样样地搭了着脑袋 不愿意动身 他有些崩溃大叫 干什么呀 就这点事还得叫警察 大家都被他这反应给吓了一跳 警察刚想说什么 林泽爸妈来了 他们满脸堆笑 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了 这钱是我们取出来的 是我们搞错了 林泽他不清楚 根据林泽爸妈的描述 是他们先把钱取出来 备好让林泽拿给我 至于为什么林泽撒谎是他取的 林泽他妈很是动情 林泽本来是要直接打款的 但是我和你叔叔年纪大了 不懂你们年轻人的操作 还是想着换成现金安心一些 说是林泽取出来的 也是想满足他体验一下当家做主的感觉 毕竟这钱是给你们用的 他这么带了 还从父母手上拿钱 怕被笑话 上一世也是这么糊弄我的 明明可以直接献上支付更方便 林泽却还是托了一箱的现金来我家 甚至美其名曰 因为是给我买房 所以钱都先放我这保管 想到这 我不由得冷笑 阿姨 我听林泽说 你们是取完钱 就装箱给他带来了 林泽妈妈没注意 这句顺着他意思的话 下意识地点了头 既然中间没有时间差 那只能是银行那边出了差错 阿姨 这可是您和叔叔的血汗钱 这么被对待 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 今天一定得去挽救回来 林泽爸爸一听 急忙改口拒绝 这毕竟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不麻烦你们和警察了 我们自己回去协商解决一下 我悠悠地补了一句 这钱毕竟是给我和林泽买房的 我也有责任在里面 你们这么见外干嘛 林泽说 这钱掏光了你们一生的积蓄 但是怎么感觉 你们和他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总是想阻碍警察办案 林泽一家三口的表情僵住了 我看了一眼爸妈 他们也若有所思 这一家子从一开始的反应就不对 哪个普通人丢了这么多积蓄不着急的 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拒绝我们的陪同 可现在反而更像我们一家的钱不对数 爸妈再怎么相信林泽 也想到了一点头绪 和我对望的眼神中 多了一丝诧异 警察也开口 说涉及金额重大 还是陪同一起去处理较好 这下 他们三个人 同时变得死气沉沉了 其实 我倒希望 他们能直接当场承认自己那点 龌龊的小心思 免得后续更加尴尬 可沉闷的气氛中 谁都没有先开口 林泽一家再好 他们不肯承认 练功劝是自己放的这种没面子的事 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神明身上 林泽妈妈一向信佛 此时还手捧着佛珠在默念什么 倘若世上真有神明 她应该也是要下地狱的 我们到了林泽父母取钱的银行 还是一样的流程 可经理说 本月预约过大额取款的客户就两位 和林家丝毫挂不上钩 监控记录里 只有三天前劳两口来过 可是 他们没有去柜台 直接去了自助取款机 上线是两万 和行李箱的真钞 刚好能对上 好啊 花两万取套剩下的九十八万 真的是好算计啊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工作人员忙来忙去 而林泽和他爸妈在一旁畏手畏脚 互相用眼神交流传递暗号 查了取款记录 这一个月 林泽爸妈一共就取了这么一次 而且 就连箱子里的练功券 都不是银行工作人员 用来练习的批号 事情到这变得特别明了 林泽一家 根本就没取过钱 警察大概以为 能遇见什么重大案件 结果白忙活一场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抢先哭着回答 我男朋友说好 他们家取了一百万去买房的 我还以为他上当受骗了 林泽爸为了面子 还是不愿承认是他们做了手脚 哎呦 给老糊涂了 之前看这个好玩就买回来了 没成想装箱的时候 给塞错了 真是麻烦你们了 还辛苦跑一趟 这别角的借口 警察听了都更加怀疑 我问他 叔叔 我记得家里没有从事金融行业的 您没事往家里买这么多练功券干嘛 而且怎么分配得这么好 每一打钱最上面的都是真钞 下面的就是假的 这真的合理吗 林泽爸爸脸色一白 不敢说了 我又转向警察 之前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他一直强调 这里面是一百万 现在都是练功券 这可以定性为诈骗吗 林泽诚惶诚恐地抬眼望我 他妈抢先一步反驳 这只是我们不小心弄错了 怎么可能是诈骗 我爸妈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反击林泽一家 之前有那么多机会你们不说 真要是不小心弄错了 会是这个反应吗 我看你们就不是诚心要娶我女儿 还拿着虚头巴脑的玩意骗人 不是诈骗是什么 就应该把你们一家都送进去 眼看着双方就要掐起来 警察及时制止 并开始科普关于钞票的日常使用 这次的金额足够大 并且占用了公共资源 如果处理不妥当 确实可以构成违法 林泽一听急眼了 慌忙澄清 确实是我们的错 我家里暂时还拿不出那么多钱买房 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想先蒙混过去 对不起对不起 他终于肯说实话了 不过 这还是和真相对不上好 他爸妈也向警察求情 声称自己不知道这么做不行 只是情侣间的一个玩笑 没必要上纲上线 我爸妈露出了鄙夷的神情 想吐槽的话卡在喉咙里 最后只是摇摇头 很好 看来我爸妈已经对林泽失望了 也不用担心 之后还要说服他们 同意我和林泽分手的事 林泽的认错态度良好 警察批评教育完 练功劝 也被没收 这事的调查就算结束了 林泽舔着脸 有些讨好的凑过来 念念 我错了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这几天就把钱打过来 我反问 我之前也说了 我们可以一起出首付和贷款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 林泽妈嘟囔 你们俩一起买 万一以后离婚了 我儿子岂不是连房都分不到完整的 原来如此啊 说到底 全是算计 那既然是怕财产分割不均 那为什么还要拿现金来给我买房 这种留存不了证据的交易方式 以后法官都不好判 还是说 你们根本就没想给钱买房 这一百万 是打算从我们家套钱 如果今天我没有发现端倪 你们就可以反咬一口 是我们家调换了钱 对吧 我成功地戳中了他们的阴谋 一行三人 脸色瞬间煞白 我爸妈的脸色也跟着变得更加不好 好啊 原来你们是在算计我女儿 我急忙拦下愤怒的我爸 公共场合 注意点 咱有其他办法报复 林泽拖着我 一个劲地解释 事情不是我说的那样 我冷漠地摆摆手 这话你还是留着和网友去说吧 我们俩已经没关系了 上一世 我被网报到无法反驳 这次 也该轮到林泽自作孽了 走出银行大厅的时候 林泽还不死心地跟着我要辩解 之前警察和经理都在 所以也有几个客户 往我们这边瞅 我故意大声嚷了一句 谁家男朋友会故意撒谎说 银行给了一百万假币呀 林泽宛如雷劈 他爸妈在旁边急得要命 推着林泽往外走 不敢多待下去 回家后 爸妈周身的气氛有些沉闷 林泽一个劲地给我发来消息 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 让我再好好和他商量一次 长篇大论的小作文 看着情深似海 我妈有些担忧地问我 接下来想怎么办 我耸耸肩 能怎么办 都分手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 好 不愧是我女儿 有志气 我还担心你不肯分 我爸笑起来 要去给我们张罗晚饭 再一次感受家的温暖可真好啊 我有爸爸妈妈 这一世不可能再让林泽牵着鼻子走 我再等网上的消息 前世因为报警事情闹大了 所以多家媒体转载了我和林泽的事 这次我有意把影响扩大 无非就是为了让林泽 也可以在网上火一把 果然 有媒体发新闻了 男子送一百万练功券 给女友买房 这一次 风向终于被调转了 网友在看到这种荒唐的报道后 群起而攻之 很快就把林泽骂得一无是处 我瞅着热度上去了 跟在后面发了关于和林泽谈话的录音 她的声音从一开始的稳定自信 到逐渐崩溃 我不需要太多引导 结合以前的新闻案例 网友都能猜出来 林泽是想套我们家的钱 这比直接拿假钞 让我买房性质更加恶劣 一个是欺骗 一个是诈骗 林泽也刷到了自己 还刷到了我发的 焦虑万分地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删除内容 念念 我们俩好歹快结婚了 你闹得这么难看 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啊 谁和你要结婚了 我难不成还等着你来坑 我们家的钱吗 林泽气急败坏 那你也先把内容删了 这件事我们可以再商量的 不就是买房吗 我爸妈会出钱买的 我拒绝多次 她更加破房了 陈念念 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因为一套房来 跟我闹吗 都说了会买呀 你非要逼死我爸妈才行吗 可是 我一开始就说过 房子可以一起出资 是林泽一家 把算盘打得蓬蓬响 这会儿又来怪我不留情面 我和林泽在一起五年 这期间 我们一起上下班 她确实对我不差 不然我也不会走到 和她结婚这一步 有时候 我都会怀疑 她之前对我的好 究竟是真心 还是为了哄骗 而刻意为之 林泽被我拉黑了电话 在在公司碰面的时候 我也很自然地避开了她 身边的人都看到了 事情的经过 对林泽自然是没了好态度 林泽在午休的时候 想找我谈话 被我直接拒绝 我真的就是太想和你结婚了 所以才犯这种错误 但是我真的没想过 用这个去套钱啊 她眼里闪烁着痛苦 和不甘的目光 我笑起来 她这样子真狼狈 上一世 我去找她要澄清 我没坐手脚时 大概也是如此吧 可现在 风水轮流转了 你说拿着真钞票 给了我们家 到时候一查 发现不对 你肯定会赖上我们 我不是这种人 你难道就这么 不信任我吗 林泽的脸 都有些憋红了 一双生气的眉眼 把谎话编得 还挺像回事 她是什么样的人 经历过仪式的 我比她自己更清楚 我反问她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这种人 你有证据吗 你没有证据 可以反驳我陈述的观点 这话是林泽在法庭上说的 她那时候胜券在握 笃定了我找不到证据 现在也是如此 我不需要证据去证明 她真的要套钱 但舆论足以让林泽 陷进这场漩涡 因为她也没有证据 可以推翻我的观点 我开始和公司的同事说 林泽要坑我钱的事 我把上一世的记忆融进去 描述得晦生晦涩 林泽在他们眼里 直接成了十恶不赦的恶人 以后少跟这种男的来往 太恐怖了 以后用大额现金的 一概都要注意一下 这年头真的什么骗子都有 同事当着林泽的面 毫不避讳地诋毁嘲笑她 林泽拼命解释自己 没有人信 大家都在摇头 她站在角落里 就像当时我被同事孤立一样 所有的脏活泪活 全部堆到了林泽身上 合作的搭子会故意拖着任务 不完成 给她找茬 几天下来 林泽被领导叫去办公室 快十次了 次次都是IP屏 她解释是同事故意刁难 可领导摔着文件大骂 怎么就刁难你一个人呢 网上的东西我也看了 你就是活该 能干干 不能干 滚 领导说出上一世对我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之前我还在内心骂他人傻 现在听到这些 心里舒畅多了 林泽的这件事 通过我妈在跳广场舞时 和众人传播 大家也都吃上了瓜 林泽爸妈一出门就被嘲笑不要脸 他们俩受不了邻居的指点 打电话给我们家 要求我去网上为林泽多说几句好话 这可是你谈了五年的男朋友啊 你怎么忍心 看他变成现在这憔悴的模样 林泽妈妈在电话里哭天喊地 垂胸顿足 语气极尽悲痛 可是他儿子也没念及五年的感情 放过我们一家呀 你这是造谣 是诽谤 说我儿子套钱 有什么证据 不行 你去告我吧 我等着 我趴的一下挂掉电话 能感觉到上一世 林泽爸妈挂我电话的爽快感觉了 隔天 林泽就堵住我 房子我买了 我爸妈付了首付 贷款我来还 你别闹了 和我和好 咱们继续结婚 我不由得笑了 花了你父母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买房 我在这个接骨眼和你和好 然后让他们都骂我是拜金语 这样你就可以让我来挡枪了呗 林泽愣了愣 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林泽 我又不傻 你知道我们家打算赔价一辆车 到时候你还贷款 我还得承担生活开支 然后你对外宣称 房子是你买的 贷款是你还的 等于我什么好处没捞着 还倒贴一辆车 林泽抖着嘴唇 你 你居然是这种算计的女的 我白了她一眼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 以前我以为和林泽结婚是爱情 结果到头来 全是不愿多出钱的算计 我只不过把她的思想带入了我 她哪有什么资格跳脚 事实也确实和我说的那样 林泽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 在网上大肆宣扬自己买了房 她想告诉所有人 他们家不是没能力买房 不可能会去套女方的钱 可网友不买账 在评论区唱起了反调 买房的钱不会是用练功劝坑来的吧 这思维我懂 女方要是没发现 这时就这么过去了 可惜女方发现了 为了自己的面子 不得不咬牙买房 我猜这房不是全款买的 她要是真的这么大方 也不至于做这么丢脸的事 一圈下来 网友的评论让林泽再一次跳脚 她又拉黑了好几条 骂得最凶的评论 我看着心里暖暖的 我也发过澄清消息呢 可没人相信 反而骂得更凶 林泽这一回 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同事开始阴阳 林哥买房了呀 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去新家参观 是已经有结婚对象了吗 每当这时 林泽总是会用一种恶毒的眼神看我 领导都知道 林泽买房了 也知道 她背上了贷款 那无疑 她成了更好控制的劳动牛马 每次一加班 喊得准是林泽 房贷让她拒绝不了 同事的不待见 领导的穿小鞋 让林泽在公司越来越难混下去 她的压力变得很大很大 经常一个人在工位上 发出暴躁的叫声 业绩也垫底 去医院一检查 她患有了重度抑郁症 公司怕她出事 随便找了个理由 把人开除了 这下林泽断了房贷的来源 因为有抑郁症 又没有公司敢要她 听说她要求把房子退了 当然是不可以的 只能转手卖掉 但是林泽爸妈 不愿意让自己亏本 一直没同意降价处理 一家三口 还是继续辛辛苦苦地供着 他们说 让林泽找个有钱女生结婚 可以分担一下压力 但没有哪个冤大头 会看上林泽这样的 她相亲时被人发到网上 又引发了一阵嘲笑 再后来 听说林泽跳楼了 还是在新房跳的 楼盘还没有卖完 房价跌到冰点 连之前的价格都卖不到了 她爸妈在那哭天喊地的 正拉着物业打官司 要他们赔儿子的命 其他的业主也在骂 恨透了林泽毁了他们的住房 老两口的晚年生活 也彻底毁了 感觉所有结局 又和上一世对上了 但是只能说是自作自受吧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姐姐结婚了 她老公脱家带口 住进了我们家里 明明是父母留给我俩的房子 他们却各种使唤姐姐 折磨姐姐 还妄想让我嫁给她家 早就辍学啃老的小儿子 笑死 看我姐善良软弱 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拿捏我 也不想想我和我姐两个孤儿 如果没有一个人强势 我俩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姐 我回来了 大学放暑假的我回到家 推开家门 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往日整洁干净的房子 此时脏乱无比 地上全是瓜子皮 黑色脚印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烟味和脚臭味 俩看上去就很臭的男人 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 一个老女人坐在沙发上 吃着水果 我漂亮的姐姐拿着拖把拖着地 姐姐看到我 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边抹汗 一边笑着看向我 杜杜终于回来了 快进来 姐姐给你做好吃的 我皱眉 看着姐夫徐思杰和姐姐的婆婆 桃月英 家里怎么这么脏 而且怎么就你一个人做家务啊 那个老女人却痴笑一声 家务不都是女人做的吗 不然家里娶一个媳妇做什么 躺在沙发上玩游戏的徐思杰 懒洋洋地说道 你回来不就有人帮你解了吗 本来回家开太心心的我 听见这话心情瞬间就不美好了 下意识就要开口对她 姐姐很了解我 赶紧捏了捏我的手 示意我不要说话 刚刚你姐夫家亲戚到家里来吃饭了 你姐夫招待客人累了 所以休息 我看着姐姐脸上的疲态 还是选择将要说出的话咽下 我想抢过姐姐手上的拖把 姐姐却把我往沙发上推 你坐了那么久的车 肯定累了 不用帮我 我很快就收拾完了 你和他们聊聊天吧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姐姐总会把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不让我干任何事情 我叹了口气 只得收拾好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 我的姐姐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 但她同时也非常软弱 姐姐高中 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父母就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了 给我们留下了现在这套房子和一笔不多 但可以支撑我俩读完书的钱 我差不多就是被姐姐拉着大的 她向学校申请了不上晚自习 每天一回来就给我做饭 带着我睡觉 从小到大 我基本上没做过什么家务 每次我要做的时候 姐姐都会抢过来 对我说 交给姐姐就行了 姐姐天生就是要照顾妹妹的 她的家庭责任感非常强 周围的亲戚看姐姐性子软弱 觊觎我们家的遗产 好几次上门说要当我们监护人 实际上就是想挂个名 然后让我们把房子财产给他们 去到我家来的时候 他们左一句你还小 会乱花钱 又一句 我家没有儿子 爸爸的钱还是要给家里的男娃 姐姐面对他们不知所措 是我拿着拖把 在厕所沾屎 边骂边将这些人赶出去 一群不要脸的老东西 自己没掌手脚 不会挣钱吗 你们要是再来为难我姐姐 再消想我家财产 我拿刀同死 你们这群老不死的 反正我没满十四岁 不犯法 那些人嘴里骂骂咧咧 却再也不敢上门了 后面我上大学后 姐姐和她的大学同学 徐思杰结婚了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她 还有她的家人 但她表现得很老实 对姐姐很好 她妈也拉着姐姐 一口一声女儿 姐姐也非常喜欢她 俩人在不久之前就结了婚 我当时还在上学 只是请了三天假 参加了婚礼 然后匆匆赶回学校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这家人就暴露了本性 但我也没办法 将我心中的不满 发泄出来 毕竟我只在寒暑假回来 要是我走后 他们将对我的怒气 朝姐姐发泄出来怎么办 所以我面无表情地 坐在沙发上 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想着这家人 只要不做什么 特别过分的事情 我就先忍一忍 但那一家人却主动对我犯贱 桃月鹰嘴里不停地 扒击着水果 从上往下瞟了我几眼 像去集市上买猪肉的眼神 大几了 大二 我皮笑肉不笑地回答她 她撇了撇嘴 一个女娃这么多书干嘛 最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子的 何必浪费这个钱 我面部肌肉颤了颤 使劲掐了自己一把 这个就不用您关心了 您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少操心一些事情吧 这样或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道 她听见我这话 半永久没一条 瞬间来尽了 什么叫不要我操心 你现在读书花的 可是我们老徐家的钱 你还当你姐姐没出嫁呀 要我说 现在这些女娃一点都不懂事 我们当年 家里姐妹出嫁了 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哪里还会上娘家打扰 我听到这话瞪大了眼睛 这家人的脸皮厚到 可以外包给美国当防弹背心了 他们一家之前都在农村 徐思杰打拼了很多年 才当上公司里的校领导 把家里人接到城里来 全家靠她养活 租的房子又小又破 现在全家不要脸地搬到我们家来 就消想我们家的财产了 我忍不住了 猛地站起来 准备激情开卖 姐姐听到她婆婆说 这样的话 放下拖把冲到我面前 立声说道 妈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杜杜是我亲妹妹 我把她从小带到大的 她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她读书的钱 是我们爸妈留给她的 她想读到什么时候 就读到什么时候 您再这样说 我要生气了 桃月英看见平时 无比温柔的姐姐 认真起来了 翻了个白眼 把头扭了过去 闭了嘴 我不想再和她讲话 走进了我的房间 走的时候 还听见她嘟囔 你爸妈留下来的钱 也是我们家的 谁叫你爸妈生的 都是女娃呢 我全当狗叫了 进了房间 姐姐没过多久也进来了 她坐到我旁边 握住我的手 满脸歉意地说 让你受委屈了 嘟嘟 姐姐已经给他们说了 爸妈的财产 永远都有一半是你的 这里也永远是你的家 我叹了口气 诚恳地看着姐姐 我没事姐姐 我也不在乎钱 我只是觉得 这家人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和结婚前 完全是两副嘴脸 我怕你会受委屈 姐姐愣了一下 垂眸摸着自己肚子 笑容无奈又温柔 是啊 确实和结婚前不一样 不过 姐姐已经怀孕了 咱俩是孤儿 姐姐不想肚子里的孩子 也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 我一洗 伸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 姐姐的肚子 不敢相信 这里已经有一个生命了 姐姐看见我开心的样子 摸了摸我的头 所以 姐姐受委屈 没有关系的 姐姐只想 肚肚和宝宝 开心快乐就行了 你要是受了委屈 尽管和姐姐说 你是姐姐的底线 我点点头 期待着姐姐肚子里的孩子的诞生 晚上 我躺在床上思考着 虽然我很讨厌这一家人 但是为了姐姐和她肚子里的宝宝 以后还是要多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想着想着 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 门被敲响了 我以为是姐姐要和我说什么 下床去开门 门一打开 居然是今天躺在沙发上 像个死人的徐伟亮 做什么 我板着脸 语气不耐烦地说道 睡不着 来找你玩玩呗 她嬉皮笑脸地回答 眼睛滴溜溜地往我房间里乱瞟 要玩找你妈玩 我跟你很熟吗 什么脏东西 给我滚 我语速极快 说完砰的一声 将门关上了 之前姐姐结婚的时候 她穿着一身红色衣服当伴郎 贼没数眼地看我 她身高一米七 瘦得像猴 驼背 油腻的头发 还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味 我一开始还以为 她是什么来蹭酒席的精神小伙 后面她还扯我裙子 想摸我大腿 我怒气冲冲地问她在干嘛 她嬉皮笑脸地说 她在闹伴娘 这是他们那里的规矩 我二话不说 直接把她手扭到背后 一招制服 我可是从小和男孩 打架打大的 这种寿侯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她当时痛得哇哇叫 连连求饶 我念着这是我姐的婚礼 不想折腾 于是一把把她丢在地上 去招待姐姐朋友去了 没想到上次没给她教训 她这次居然敢大半夜 敲我的门 真是色胆包天 按照我平时的性格 直接把她拖进来 打得连她爹娘都不认识 现在我为了我姐 只是骂了她两句 我的脾气也太好了 感叹着 我再次进入了睡眠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 姐姐和徐思杰都去上班了 我坐在桌子上 吃姐姐给我留的早餐 陶月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腻了我一眼 又开始不安分 泽泽 一觉睡到现在 我看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快点把饭吃了 去把中午饭做了 一点都不懂事 我从姐姐熬得碰香的 皮蛋瘦肉粥的碗里抬起头 微笑说着 不劳您费心了 我不结婚 也不影响我活着 而且 我不会做饭 说吧 陶月英还想说啥 徐伟亮从房间里出来了 嫁不出去没关系 你以后嫁给我呗 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现在更是亲上加亲了 她眼里闪着金光 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要嫁给我们伟亮 那可不能像现在这样了 家里的家务 你要包圆 对了 这套房子的名字 也要改成 四节伟亮的名字 哪有房子 写女人名字的 我跟你姐说了 那么多次她不改 说这套房子 有你的一半 以后 你要嫁给我们伟亮 就要先把名字改了 她听见她儿子的话 开始更加认真地挑剔我 好像我上赶着 给她家做儿媳妇一样 我无语凝噎 低头吃饭 没想到她们越说越肆意 我昨天就说 女娃不要读那么多书 你姐还反驳我 你姐大学 就和我们家四节认识了 她当时要是辍学 现在儿子都生了好几个了 不像现在 都二十七了 才怀上投胎 我看你这丫头 直接别读书了 明年和我们家伟亮 直接把婚结了 到时候和你姐一起带我的孙子 这才是咱们女人该做的事情 徐伟亮连连点头 满脸抱怨 是啊是啊 我不知道你们女生读这么多书干嘛 最后还不是都要嫁人 还一个劲的和我们男的抢资源 国家就应该像古代一样 禁止女的读书 不然我也不至于没大学读 我深吸一口气 心中不断默念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气坏身体无人替 然后快速吃完碗里的饭 对他们展现标准的路八颗牙齿的笑容 考大学不是看参加考试的人数 而是看至上的 考不上的 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然后直接穿鞋离开 不管后面母子俩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今天约了之前的高中同学一起玩 玩了一下午的剧本纱 吃了晚饭之后 有同学提议说去酒吧 那是他亲戚开的 我们去可以给我们打折 大学生最听不得打折这几个字 纷纷说要去 到了酒吧 只剩角落的台 可以坐下我们这么多人 我们也不在意 围着坐着 开始玩游戏 中途我上厕所 回位置的时候 被人撞了一下 酒吧现在正是人多的时候 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却瞥到了一个让我很意外的人 我的姐夫 此时坐在一群人之间 怀里还搂着一个穿着很暴露的女人 那个女人很显然不是我的姐姐 我心里一惊 不动声色地绕到她卡座的后面 背对着她 假装蹦迪 实则偷听 徐总 我最近业绩不太行 你今晚可要多开几瓶酒啊 宝贝开口了 我怎么会不从呢 开 宝贝想开多少开多少 女人甜腻的声音和她故意压低的气泡音传入我的耳朵 我耳朵对我说她想吐 徐思杰虽然是个小领导 但工资也没高到既可以养家 又可以到酒吧挥霍装阔绰的地步 家里的开支肯定大部分是姐姐出的 我捏了捏拳头 吃我姐姐的 助我姐姐的 居然还在外面装有钱人出轨 只是宝贝你今天可不能回去咯 讨厌你应该结婚了吧 为什么晚上不回家 是不是因为你老婆没我漂亮呀 是啊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还行 现在天天做家务 也不知道收拾一下自己 怀孕了碰都不让我碰 当自己多金贵呢 害得我隔三差五 都要花钱去找女人 哥也不是没这个钱 只是怕外面卖的女人不干净 我妈他们那一辈 怀孕了不仅要伺候男人 还要下地种田呢 不也照样把我和我弟生出来了吗 我之前只当他是一个封建一点的男人 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纯粹的贱人 我在地上捡起了一个酒瓶 面无表情地举起 打算往他头上敲去 想到姐姐 我又顿住了 没抓到实质性的出轨 我用瓶子敲他也只是出一时的气 姐姐不会和他离婚的 我放下酒瓶 眯了眯眼睛 心里想到了一个方案 我要把这不要脸的一家赶出去 我先他一步回到家 我本来想跟着他的 但姐姐一直给我打电话 催我回去 他两点多才回来 一身的酒气 一进门就大喊大叫发酒疯 我们全被他吵醒了 姐姐费劲把他扶到沙发上 我看到赶紧上前帮姐姐 桃月英披着件衣服 一在门边看了她儿子几眼 丝毫没有上前帮我姐这个孕妇的打算 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你这个当老婆的也不多打几个电话劝着她 去给她下碗面泡一杯蜂蜜水 盯着她吃完再让她睡 不然她明天起来难受 她打了个哈欠 嘴上安排好她儿子 又进卧室关上门睡觉了 我回来的时候就听到姐姐给她打电话 但是她给挂断了 老女人那个时候睡得正香 现在醒了就怪我姐 不管她那快三十岁的巨婴儿子 姐姐没说什么 一副早就习以为常的样子 去厨房下面去了 我站在旁边 越看越气 去厕所拿脚盆 接了一大盆冷水 朝她脸上泼去 草 她惊呼一声 眼神瞬间就清醒了 我丢下脸盆 朝厨房里的姐姐喊道 姐姐 她久醒了 不用给她煮面条了 你有病啊 泼我水干嘛 给我滚出去 我一脸阴沉地看着她 你再抄抄 信不信我用这个脚盆 给你开个瓢 她就是个耸包 看见我这副样子 一时间愣住了 我翻了个白眼 拉着文生赶过来的姐姐 进房间了 姐姐你不用管她 她就是喝多了而已 又死不了 她在外面喝酒喝成这个样子 是她自己的原因 她这样挺难受的 夫妻之间本就要相互体谅 你快点睡吧 我去把你姐夫安顿好 我也睡了 姐姐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头 又去伺候徐思杰了 我坐在床上生闷气 想去帮姐姐 但又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下手打她 思来想去 我还是睡了 这几天 我都跟着徐思杰 她下班之后都回了家 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几天都意外地规矩 闲得快涨蘑菇的我 反而发现了 另外一个人的秘密 陶月英 经常和老头开终点房 她每次出门 都会精心打扮 衣服领子很低 身上满是香水 下午打麻将 晚上跳广场舞 有的时候 下午打完麻将 就和打麻将的老头 一起去开房 有时候 下午就去开房 然后晚上和老头一起跳舞 时间管理大师啊 怪不得她衣服首饰 看上去都不便宜 真是难为她了 这么大年龄 还在外面这么努力工作 我拿手机拍下了 她和这些老头的照片 长期看刑侦剧的我 敏锐发现这些老头中 有好几个都有老婆 因为当老头和另外一个老婆婆出现的时候 会假装和陶月英不认识 泽泽 真是适风日下呀 我准备从中作梗的时候 徐思杰在吃饭时 对姐姐开口要钱了 我本来有些疑惑她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安分 她一开口 我就知道了 老婆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给我一点钱呗 她给姐姐加了一筷子菜 然后看着她开口道 怎么又没钱了 这个月初不是才找我拿了五千块吗 姐姐停下筷子 醋没问道 嗨呀 做生意总是有赚有赔嘛 前期都是这样 后期稳定了 我就可以经常往家里拿钱了 徐思杰笑嘻嘻地看着姐姐 你拿的也太多了 我现在工资也不高 经不起你这样赔 你还是不要做生意了吧 咱们没必要追求大富大贵 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我知道你工资低 你爸妈不是给你留了钱吗 那么多 拿一点出来没事的 那些钱肚肚以后要用啊 她现在还在读书 以后工作 结婚哪哪都需要钱 以后孩子出生了也要钱 这钱不能动 你这就不对了吗 你嫁给我们家 成了我们家的人 这钱自然也是我们家的 女人哪里懂管钱哟 再说了 你妹妹以后直接嫁给咱们伟亮算了 你们姐妹俩都是老徐家的人 这笔钱自然就交给老徐家打理了 这一家人对着姐姐左一言右一句 姐姐急红了脸 姐姐 姐夫既然是做正经营生 你就给她些钱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少花一点就行了 我悠悠开口道 度度你 姐姐惊讶地看着我 你这丫头比你姐懂事多了 放心 姐夫赚了钱 少不了你的好处 徐思杰满意地看着我 陶月英也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我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 欲让其王 先令其狂 不让他拿到钱 怎么找到他出去调的证据呢 没过两天 他就露出了马脚 一个周末 姐姐去公司加班 他去KTV接了一个女人 亲密地搂着她 给她买东西 衣服 化妆品 都是平时姐姐舍不得买的东西 他拿着姐姐的钱 装阔绰 给外面的女人一个价买 虽然我对他的印象 已经够坏了 没想到他还能打破下线 买完东西 我以为他们要去开房 我已经做好准备 拨打电话 告他嫖娼 但是 他居然带着女人回到了家里 他 带着全家老小 住进了我家里的房子 现在来 连嫖娼也要在家里嫖 世界上 还有这么贱的贱人 我气得恨不得 把他抓起来 放嘴里嚼烂 我一路尾随着他 看着他回到了家里 我站在楼下 看见他拉上了姐姐房间的窗帘 我拨打了警察的电话 举报有人在家里嫖娼 然后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家里有急事 赶紧回来 警察很快就到 我跟着他上门 打开了房间门 桃月英在家里看电视 看见我和警察一起上门 先是一惊 然后指着我骂 你个死丫头 你咋把警察招来了 我没有管他 指着我姐姐的房间 对警察说 就在那个房间 我姐夫就在那个房间嫖娼 我亲眼见到的 他从KTV借了一个姐姐到家里来 桃月英听见我的话 不满皱纹的老脸 瞬间变得猙獰无比 宛如恶鬼一般冲上来 想要打我 你个贱蹄子 你乱说什么 快把你那张贱嘴闭上 不然我打死你 有警察在 他当然打不了我 高高扬起的手 被警察拦住 助手 你怎么能打人呢 这是我准儿媳妇 就是我家的人 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就算是警察 也管不到我 桃月英慷慨激昂地 发表自己的法盲言论 我直接一个剑步 冲到他儿子在的房间 不停地敲门 几秒钟后 他一边开门 一边有些慌张地问道 怎么了吗 是安玉回来了吗 他看见我 眉头皱成一团 开始质问我 怎么是你 你不是出去玩了 现在回来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在我的房子里 问我回来干什么 简直是倒反天罡 这是你的房子吗 你在这里狗叫 我骂了一声 然后转身 对警察说道 警察叔叔 就是他 我的姐夫 趁着我怀孕的姐姐 加班补贴家用 就召集上门 还是在我姐姐的卧室 你们一定要为我和我姐姐 讨回公道啊 我掐了一把大腿 瞬间声泪俱下 警察看了一眼凶神恶煞的老太婆 再转头看着只穿了一条红内裤 满身吻痕的徐思杰 还有满脸泪水的我 板着脸 走到徐思杰面前 把房门彻底推开 一个女人正在慌忙穿衣服 警察询问 这是你的妻子吗 是的 你别听这死丫头瞎说 这就是我老婆 她连连点头 老太婆听见儿子的话 眼珠子一转 也赶紧说 是的 这就是我儿媳妇 这丫头精神有问题 一天喜欢瞎报警 我废话不多说 指着姐姐房间挂着的结婚照 说道 警察叔叔 你们看看 照片上的女人 和你们面前的女人 有半毛钱关系吗 警察看了看 对徐思杰和那个女人说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还有聊天记录 谢谢 她只好掏出证件 和聊天记录 警察看了看 俩人有很长时间的聊天记录 确定俩人是认识的 不属于嫖娼 那个女人见没事 赶紧跑掉了 警察同志 这就是我找的小三 这也不犯法呀 再说了 你们也是男人 你们肯定也懂我吧 老婆怀孕了 偶尔偷吃 也没什么呀 你们不用 这么兴师动众的 徐思杰掏出一包烟 递给警察 警察没有接 而是用 鄙夷的眼神 看着她 放屁 你这分明就是嫖娼 还是拿我姐的钱去嫖 我呸 你简直不是人 人家警察叔叔和你 压根不是一个物种 你别套近乎 我真的被她恶心到了 居然把警察和她一概而论 你这个死丫头 你在乱说 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 闭嘴 姐姐站在门口 不知道她站了多久 老婆 你怎么 徐思杰心虚地看着姐姐 随即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我 愤愤地说 是你 你非要破坏 我和你姐的关系是吧 你说你一这么年轻女的 心思咋就这么毒呢 姐姐二话不说 上前扇了徐思杰一巴掌 我们离婚吧 她捂着脸 一脸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这都是你妹妹做妖做出来的 你却要和我离婚 你没事吧 老太婆也骂骂咧咧道 你都是当妈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哪个男人不偷心啊 这么点小事 你就要搅得家宅不宁是吧 警察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家人 尴尬咳了两声 说道 这是你们的家事 既然是出轨不是嫖娼 也没我们警察什么事了 然后又一脸严肃地看向徐思杰 不过出轨小三虽然不犯法 但是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就不会做这种事情 请你不要拉低公民的道德底线 说罢便离开 留下徐思杰和桃月英面面相去 喂 你 快去和我姐离婚 会起玩意儿 我朝他喊道 你个死丫头 你在这里叫什么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你还在这里狗叫 来来来 我倒要看看 你要怎么弄死我 我插着腰 一脸蔑视地看着他 他见自己的话 一点威慑力没有 觉得自己没有面子 上前想动手打我 姐姐直接就是 两个巴掌酷酷扇他 够了 你不仅带女人到我家里来 现在还想打我妹妹 徐思杰摸着脸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姐姐 你还打我 桃月英看见这一幕 鼻翼急速吸动着 你又打我儿子 简直是反了天了 她准备上前殴打我姐 我直接一脚踢开她 然后去厨房抄起一把刀 把我姐护在身后 用刀指着他们 老子告诉你们 我忍你们很久了 仗着不要脸在 我家白吃白喝 还出轨 还想对我姐动手 呸 今天谁敢动她 我砍死谁 边说边向他们狠狠挥着刀 桃月英和徐思杰被我吓到了 闭上了嘴 没再说话 现在滚出我的房子 马上滚 这俩人像过街老鼠一样逃跑了 我冷静下来 放下菜刀 看着姐姐 姐姐 你没事吧 其实我觉得 姐姐一时之间 肯定很难接受 自己怀孕了 还去加班补贴家用 结果老公却趁着自己不在 把人带到家里来 她好像灵魂离体了一般 目光呆滞又悲伤 姐姐 姐姐 你不要这样子 我伸手摇了摇她 她的眼神才慢慢聚焦在我脸上 杜杜 为什么 我不明白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眼眶慢慢变红 声音也开始哽咽 悲伤的双眼里满是不解 姐姐 你没有任何错误 你给他们家做牛做马 但很显然 这一家人全是贱人 我擦去她脸上的泪水 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地说 对于这种贱人 你做再多 他们也不会记在心里 反而会向你所求更多 你现在已经发现她的真面目了 就应该及时止损对吧 看着一脸纠结的姐姐 我抛出一枚核弹 你肯定也不想让你肚子里的孩子 一出生就有一个喜欢嫖娼 还喜欢把家里的钱 拿给外面女人用的父亲对吧 你就算自己受得了这个苦 可孩子呢 你也想她像咱俩一样 命途多船吗 听到我的话 姐姐的眼神慢慢坚定起来 嘟嘟 你说得对 她懒 不上进 都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忍受 但我不想 孩子有一个三观不正的爸爸 我马上就和她离婚 姐姐说着 抹了把自己的脸 去翻结婚证 还有户口本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 还好在姐姐心里 孩子比老公重要 走到客厅的角落里 我收起了摄像机 我原本想的是 发现了她嫖娼 她回来和姐姐肯定会有争执 所以我提前放好了摄像机 为她俩离婚 准备更多证据 没想到 拍到了她出轨的过程 她肯定不会同意离婚 我要尽可能地收集证据 姐姐一定要和她离婚 姐姐收拾好东西 掏出手机 给她打了电话 我贴到手机旁边 听她们讲电话 去民政局 我们离婚 老婆 你不要这么冲动 我确实犯了错 但也不至于离婚嘛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忍心因为一件小事 就要和我离婚吗 而且 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宝宝 你忍心宝宝一出生 就没有父亲吗 我准备把电话夺过去 但是姐姐 却先我一步吼了出来 我忍心是我逼着你出轨的 你都是要当父亲的人了 还把人带到家里来 我为了这段婚姻 忍受你那是多的吗 邋遢的地 现在你还要我的孩子 忍受一个爱到处嫖的父亲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离婚 那我们就法院见吧 姐姐不等她说话 就把电话挂了 气得不停地喘气 我赶紧给姐姐顺气 生怕她气坏了身体 姐姐 不要生气 男人嘛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 不要为了这种男的生气熬 姐姐久久不语 第二天 民政局门口 姐姐并没有等来她 她只给姐姐发了一条消息 老婆 我今天再来家里找你聊聊好吗 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好不好 姐姐已经把话说得很绝了 她居然还是不死心 但也没办法 只好先回去 如果她还不同意离婚 就起诉她 中午 门被敲响了 姐姐一打开门 就看到徐思杰跪在地上 一脸恳求地看着姐姐 桃月鹰跟在后面 也是满脸愁容 宝宝 求求你 不要闹情绪了好不好 就算你再怎么生我的气 也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呢 是啊 乖孩子听话 咱不闹情绪了 我和他受点苦没有关系 但你还是个孕妇 需要人照顾呀 妈怕你受苦 我健壮 直接把我收拾好的 他一家的东西 直接丢出门外 闹什么情绪 你们这辈子都别想住进这里了 别在这里假惺惺的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别来脏了我姐的眼 东西砸在他身上 他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一脸哀求地看着姐姐 我心里闪过一丝怪异 这俩人真奇怪 平时那么重面子 这次怎么会舔着脸 一直跪着求姐姐原谅呢 我疑惑着 他弟弟徐伟亮 拿着手机出现在了我门口 家人们 看到没有 我说得没错吧 我嫂子和他妹妹 就是这么瞒不讲理 把我们一家赶出来 我哥都给他们下跪了 他们居然直接把我们的东西丢出来 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理吗 边说边把手机往我们身上对 徐伟亮是个游戏小主播 有一点粉丝量 我打开手机 点进他的直播 发现人数越来越多 都是在骂我俩的 说我俩不识好歹 有这么好的老公婆婆 还不珍惜 徐思杰走到我身边 小声说道 看到没有 老子有的是方法收拾你们 看你姐以后还敢不敢提离婚 我思绪光放在直播和徐思杰身上了 没注意到 姐姐走到徐伟亮身边 想拿走她的手机 你别直播了 也别乱说话了 杜杜是个学生 你这么诋毁她 她以后在学校里 要被怎么看呢 我说错什么了吗 兄弟们 快看看呐 这个女人就是个贱人 我跟我妈舍不得骂她 我敢 我就是这么真性情 你这么怕被曝光 是不是因为你肚子里的货 其实就是个野种呢 边说边把摄像头 对到姐姐肚子上 来给兄弟们看看 看看她肚子里到底是不是野种啊 哈哈哈哈 什么 摸一下 好 既然这位大哥刷了火箭 我就帮你摸一摸 我听到这一句话 抬头一看 姐姐被她的镜头逼到楼梯口 我想上前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随着她伸手 姐姐下意识往后退了一大步 一只脚踩空 整个人重心不稳 重重地摔了下去 啊 姐姐惨叫出声 捂着肚子 在地上痛苦地颤抖 我赶紧跑到姐姐身边 发现她的身下全是血 我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陶月英看见姐姐身下的血 大叫一声 跑到姐姐身边 急得直跺脚 哎呦 我的大孙子呀 我的大孙子呀 而徐思杰 看见姐姐出事的第一反应 是关了她弟弟的直播 打完120 我死死地盯着她和她弟弟 你以为关了直播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你们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一到医院 姐姐就进了手术室 但没过多久 医生就走了出来 遗憾地摇了摇头 说孩子没保住 陶月英急得上蹿下跳 握着医生的手 急切地说道 医生 你们再努力一下 这可是我盼了 这可是我盼了好久的大孙子啊 我求你们了 医生摇了摇头 拉开他的手 离开了 徐思杰上前 陶月英 妈 你别伤心 你有俩儿子 孙子总会有的 儿子今年绝对让你有个孙子 他弟弟也上前安慰道 是啊 妈 你想要几个 儿子就让那些女人生几个 看着眼前的一家人 我面无表情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局里 这一家人都对着警察狡辩 警察同志 这也不是我的错呀 我只是想摸一摸他的肚子而已 他自己就摔下去了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太敏感了吗 是啊 警察先生 我这个儿媳妇 一天天是多的哟 之前还把我们一家人赶出去了 现在我们好心回来照顾他 他也不领情 还把东西扔了出来 你说说 你说说 我真是倒霉呀 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带大 操劳一辈子 结果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真是家门不幸啊 陶月英一个劲地哭 哭他养儿子的辛苦 哭儿媳妇不孝 哭他死去的大孙子 警察看见眼前一家人 嘴角抽了抽 我白了他们一眼 开口 我们家门口有监控 而且他开直播 造我和我姐姐的谣 还侵犯了我俩的肖像权 导致我姐姐摔下楼梯 这一切 全是他们一家人的错 哎 你这个小姑娘咋说话的 空口无凭就想污蔑我儿子 信不信我打死你 请你们不要再吵了 我们会调查的 安女士已经流产了 如果真的是他人导致流产的 我们肯定会追究她的刑事责任的 你们先等候我们的调查结果吧 一听要判刑 这一家人就开始紧张了 他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妹妹 你看 伪亮也不是故意的不是 你能不能去和警察说 不要追究这件事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监狱吗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 去你妈的 他可怜 他这种人 我看一眼都恶心地想吐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污染土地 你与其让我心软 还不如说他去监狱浪费国家资源呢 说不定我还能同意 像他这样的人 凭什么吃国家饭呀 就应该丢垃圾厂 一把火给烧了 我说完 他脸色已经黑成了锅底 我朝他呸了一口 转身就离开 不管他们在我身后如何破防 第二天 姐姐还在医院 我就在家里给他炖鸡汤 我拿着鸡汤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他坐在姐姐的病床边 老婆 我错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他吧 等你休养一段时间 咱们再要一个孩子好不好 伪量还小 进了监狱 他就毁了 姐姐闭着眼睛 显然不想理他 求求你了 老婆 他拉着姐姐的手不停晃悠 完全不管姐姐的手打着掉针 看见这一幕 我掏出鸡汤 直接一个爆扣在他头上 鸡汤炖好之后 我等他凉了一会儿再盛起来的 虽然很烫 但不至于把人烫出事 但他叫得 好像我泼了浓硫酸一样 看着他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 我骂道 贱人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还有脸来见我姐 他抹了一把脸 指着我骂道 你真是个疯子 我看我老婆 关你什么事 哎呦呦 你老婆 我姐承认吗 我很好奇你这么厚的脸皮 这趟还能把你烫到啊 好了 你快点走 你再不走我要叫保安了 姐姐不耐烦地看着他 只要你同意写谅解书 我马上就走 他无赖地说道 不可能 你现在从楼上跳下去 我们都不会放弃起诉他 就算是把房子卖了 我也要去告他 我一脸志在必得地看着他 他见我态度坚定 终于不装了 他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敲起二郎腿 点了一支烟 还是要起诉是吧 行 那咱们永远也别离婚了 我和我妈每天都到你家门口闹 我看你们姐妹俩 以后还怎么嫁出去 他一副我给过你们机会 但谁叫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样子 看上去嚣张极了 我直接抽走他手上的烟 放在脚下踩灭 然后丢进了垃圾桶 然后用手指着他说道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能嚣张到几时 他扯了扯衣服 对着我自信一笑 然后嚣张离开 笑 我让他笑 我找到了他们公司的邮箱 把他承认自己出轨的视频 还有他递直播来找我姐的视频 还有我姐流产的住院证明 还有他和我姐的结婚照 统统打包 发送了过去 并把他做的那些事 排了板 印到传单上 站在他公司门口 路过一个人 我就发一张 发了几十张的时候 他也来上班了 他看见我 还有我手上的传单时 整个人暴跳如雷 你在乱发些什么 你别在这里诽谤我 边说边想抢走我手上的传单 我紧紧抱在怀里 不让他抢走 我没有乱说 你就是做了对不起我姐的事情 你家人还害我姐流产了 我扯着嗓子一顿号 把周围的人都嚎到我们身边看热闹 我看人挺多的了 然后把手一松 他立马就扯了过去 我故意顺着他的力度 重重倒在了地上 啊 好痛 他扯过传单 费力全部撕烂 扔垃圾桶 但当他抬头 环视四周的时候 发现周围的人 全部都拿鄙夷的眼神 看着他 他看着倒在地上的我 慌张地开口解释 不是我 是他自己 他还没来得及解释 我就更加大声地开口 之前你这么对我 我可以忍气吞声 但现在你又出轨 又让姐姐流产 姐姐是我的底线 谁也别想伤害我姐姐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告诉别人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算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屈服的 他想上前捂我的嘴 但我装作怕被他打的样子 全身颤抖 蜷缩起来 够了 助手 旁观的人看不下去了 两个姐姐上前把我护住 一个哥哥挡在了他的身前 你平时在公司装的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又家暴又出轨 他的同事们纷纷指责道 我没有家暴他 你们不要被这个贱人骗了 他确实没有家暴 但现在这个情况 谁会信他呢 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人们自动为其开了一条路 看来是老板呢 我猛地掐了自己好几把 眼眶瞬间红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事影响大家的 我现在就走 我说着抹了一把脸上的泪 就要起身离开 我面前的姐姐一脸不忍地看了看我 牵住了我的手 看向老板 老板 是徐思杰对他姐姐做了不好的事情 他想要来讨个公道 这是徐思杰的错 这位小妹妹是无辜的 姐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个清楚 周围的人也对徐思杰指质点点 老板看着大家对他的态度 听完了姐姐的叙述 点点头 我知道 我会去核实这件事情的 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些事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这一辈子 最瞧不起的 就是这种男人 徐思杰张嘴想解释 但老板却没给他机会 说完便离开 其他员工安慰了我一两句 也跟着离开 那个为我出头的姐姐 安慰了我好久 我怕他上班迟到 叫他赶紧去上班 他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了 叫我要是不开心就给他发消息 我感激的和他说了再见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 第二天一早 门就被敲开了 不出我所料 桃月英来了 他一看到我 就开始叫唤 哎呦喂 家门不幸啊 儿媳妇虐待婆婆了 哎呦喂 快来看看了 这时正是中午 很多人上下班上下学 看见我家的情况 驻足在楼梯间观看 他一边嚎 一边恶狠狠地看着我 小声说道 你搅黄我儿子的工作 看我接下来整不死你 看着眼前的老太婆 我吃笑一声 把门打开 家里坐着的几个老婆婆 朝他围了上去 真是下贱啊 勾引我老公不够 还跑到小姑娘家里来闹 就是这么大年纪了 还穿得这么风骚 给谁看呢 这些老婆婆 都是和桃月英开房的 老头的老伴 还好当初我记下了 这些婆婆的样子 前几天我跑去周围的麻将馆和广场 蹲守这些婆婆 有些婆婆我没蹲到 但还好这个死老太婆 平时都没闲着 我还是蹲到了三个婆婆 我二话不说 直接把照片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 这是我姐姐的婆婆 平时老是出去勾搭老头 或许是平时桃月英打扮的就很风骚 喜欢和老头们调情 这些婆婆早就看她不惯 这下赤裸裸的证据 直接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气得恨不得 把手里的菜给砸了 我告诉他们 她不仅在外面勾引男人 在家里还各种 对我和我姐不好 我姐都流产了 她还不消停 他们立刻义愤填膺 我就顺势邀请他们到我家来 我说我婆婆肯定会来我家 到时候请他们一定要帮帮我们姐妹俩 现在桃月英一脸蒙地看着他们 你们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们 我抱胸倚着墙 解释道 哦 这几个婆婆 就是当初和你去开中点房的老头的老婆 她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这个贱蹄子 你非要搞得每个人都不安生你才开心吧 一个婆婆朝她呸了一口 骂道 你为难一个小姑娘干什么 那些事不是你做的呀 你有脸做 你就没脸面对吗 还有一个婆婆 直接揪起了她的头发 我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 笑了笑 抓起一桶爆米花 开始看好戏 被收拾一顿之后 这个老女人终于老实了 只是名声也臭了 几个婆婆的战斗力 着实很强 几天时间 街坊邻居一提起她 就说是一个老不要脸的人 让我没想到的是 徐思杰公司 居然亲自给我发了一条邮件 说他们核实之后 已经开除了她 并且会让她在这个行业里 再也找不到工作 她的弟弟也顺利入狱 姐姐在法院上诉 已经成功了 徐思杰净身出户 虽然她本来也没什么财产 不要脸地带着一大家子 住到我家 自己的工资 就自己拿去给外面的女人花 家里全靠我姐姐补贴 现在她没工作没房子 还有一个入狱的弟弟 和名声烂调的六寻老母 真好奇她后面该怎么活下去 姐姐离完婚 消沉一段时间后 开始打起精神 她开始健身 看书 不断提升自己 我也可以放心去学校了 再次见到 那不要脸的一家是在大街上 桃月英拿着一把扫帚 在吭哧吭哧地扫大街 徐思杰穿得一身破烂 找她要钱 桃月英掏出口袋里的零钱 准备数几张给她 却被她全部抢走了 老太婆急地把扫帚都丢了 我看着瞬间就来劲了 去买了炸鸡和瓜子 坐在路边 边吃边吐 用过的纸也往地上丢 老太婆一扫完 我就制造新的垃圾出来 她气得直跳脚 我却每天都带着朋友来 这条街上丢垃圾 我还觉得不过瘾 又去买了一条小金毛 每天都到这条街上遛狗 让狗狗在家里憋得时 都拉在这条大街上 我还和朋友一起 去其他落叶多的地方 把落叶扫起来 扔到她扫的地方 既帮助了其他环卫工人 又报复了这个老太婆 这成为了我放假的一大消遣 乐此不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